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与工业4.0导论这门课 我们今天上的是单元5的第四个小单元 讲的是振动量测跟资料分析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同学示范一个振动量测 首先我们先为各位同学展示一下振动量测的设定 我们这个例子是把加速硅固定在一个切削的机台上 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小型的雕刻机 我们这个例子主要只是给各位同学示范 如何去截取一个加工机台上的震动 那因为这个我们所使用的感测器是比较低价位的 所以它所量测的范围有限 那比较适合拿来当作教学用 而不是拿来作为研究的用途 所以如果说各位同学要做研究的话 可能要使用比较好的感测器 来取代比较的我们在这个示范里头所使用的感测器 那我们先将这个加速硅固定在机台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加速硅透过I2C的方式 把它连接到我的资料截取器上 在这个示范里头我们使用的是 MyReal这个资料截取器 那当然各位同学也可以使用其他的资料截取器 甚至控制器来做 比如说像是Arduino或者是像Arduino云这样子的一个控制板 那Arduino云具有WiFi的功能 所以也可以进行无线的资料的传输 那如果说不进行无线资料传输 我们也可以使用Arduino这样子的一个控制器 来进行资料截取和传输 好那接好以后 因为MyReal本身有WiFi的功能 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WiFi将我的感测器的资料 送到我的系统端 那另外 我们可以将MyReal接到Internet上 那么把这些量测到的资料传到云端 那目前 有公司也开发说类似的功能 比如说像DAQ.io这家功能 可以容许让我将MyReal的资料 把它传到云端去做一个远端的展示和储存 那最后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数据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这些资料里头来得到一些有用的资讯 加速归要如何跟我们所用的MyReal资料截取器来做个连线 我们可以来看左侧的图形所显示的是MyReal上面 侧边有两个连接器 其中这两个连接器是相同的 那每一个连接器有34个PIN 那这些PIN的用途就显示在左图上 那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其中的四个PIN 用这四个PIN来跟我所使用的加速归来做一个连接 所以首先我们会将Digital Ground 连到我的加速归的Ground上面 OK 所以就如同图形所显示 那在我的MyReal上是第三十只脚 OK 那在我的加速归 它有标一个GND的就是我的Ground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线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杜邦线来将我的MyReal的PIN角 跟我的加速归的PIN角把它做一个连接 OK 那这样就完成这一部分的接线 那接下来我们要接的是电源的部分 OK 所以我们如果看左侧图形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三十三只脚 是我的3.3V的部分 OK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3.3V 接到我的加速归的VCC上面 OK 所以 当我完成接线的时候 那我的MyReal三三只脚 就跟我的VCC接在一起 那这样子我的加速归上的电源的部分 我们就接线完毕 那接下来就是资料的部分 那资料的话 I2C有两条资料线 一个是Serial Clock 一个是Serial Data 那我们可以先接这个Serial Clock这一条线 那这条线在左图 我们显示的是在第32根PIN角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MyReal的第32根PIN角 跟我的加速归的SEL 这根PIN角 把它连接在一起 那最后Serial Data 是在MyReal的第34只脚位 那我们也可以把 MyReal 34只脚位 跟我的加速归的Serial Data SDA把它连在一起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接线的动作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 资料截取 以及资料分析 那我们要使用资料分析 我们会在这个例子里头 使用快速复利液转换 Fast Fourier Transform 也就是常听到的FFT这样的方式 OK 那这个方式其实就是各位 在工程数学里头所学的 Fullier转换的数值方法版本 OK 那它是一种将实域信号 转成平易信号 也就是在Time Domain的信号 转成Frequency Domain的信号的方法 那它可以求得在各频域下 它的振动的大小 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波形进来 像右上角的图所示 我们就可以透过FFT 来把它转成平易的信号 也就是一般我们称之为平谱 的这样子一个显示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程式 OK 来截取感测器的资料 那线我们已经接好了 我们把MyReal接在我们的加速规上 但是在MyReal上 我们必须要有程式 才能顺利的把我们的加速规的资料 把它截取出来 那这是我们所使用的程式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事实上 其实它的工作原理 其实很简单 在左侧这一块 基本上就是做一个 加速规里面的这个晶片 ADXL345的晶片的一些战存器上的设定 那它可以让我们去设定传输的速度 量测的范围等等 那这些东西设定好以后 就进入了我们的回圈当中 中间这个大的回圈当中 那在这个回圈中 首先我们先去设定说 我们每次要读取的 战存器的位置 还有byte数 那基本上 以ADXL345来说的话 我们每次会去读取六个byte 因为它是三轴加速规 所以每一个轴的资料 存存在两个byte当中 所以我们三个轴总共有六个byte 所以我们就可以藉由读取 在战存器上的六个byte的这个资料 把加速规的资料把它提出来 那将这些资料把它截取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重组的方式 把这些资料转成数字的形式 最后显示出波形 那波形的话 是一个实域以后的信号 那我们最后还可以再透过 在软体里面的一些 已经设定好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像这个Spectrum Measurement 去做一个FFT的转换 把这个实域的讯号 转成平域的信号 最后做一个显示 以下给各位同学看的影片 就是我们实际量测的结果 这个是从电脑端直接录下来的 所以上方的就是我们在录震动的情况 那下方的话就是 我们把实域讯号截取出来以后 我们把它转成平域的讯号 当城市开始执行的时候 机台上的加速规律就侦测机台的震动 那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切消 那切消现在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震幅明显的增加 那我们持续截取这样的讯号 最后我们把截取的讯号停下来做个储存 并且把它这些讯号用我们刚刚提到的快速复利液转换 把它转成平埔的讯号 就如同下方蓝色曲线所显示 那根据这些讯号 我们再去加以分析解读 设法将这些讯号转成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资讯 可以用来预测 比如说是刀具的寿命 或者说是主轴的寿命 主轴轴成的损毁的情况等等 这个就是各位同学可以发挥 各位同学的创意想象力等 可以去能够建构一个研究的计划 来去做工业4.0相关的这些研究 我们这个小单元为各位同学介绍震动的量测 也为各位同学示范了怎么样接线 以及震动量测的城市的撰写 一些基本的概念 也为各位同学介绍资料的分析 快速复利液转换等等 那我们在这个单元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我们会为各位同学介绍另外一种 远端量测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这个小单元就为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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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